我真怀念冬年的满年客 像是一个水果年也一样 用传统皮影戏有述说万年稀盼的整支故事 屏东戏曲故事馆这次以皮影戏为策展主题 将诚实习流教育结合传统戏曲展演 希望透过创意宣导地方河流生态环境的意义 也让人认识在地戏曲文化脉络创新民众思维 这个内容就是为了这一次来设计 来写包括人物 这个都是出言 等于是第一次这样的呈现 就是要把这个变成 把传统的东西变成宣文化 而且是鼓励结合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们不要错 不然的话你就保持那个传统 可是没有创意没有新鲜感 没有现代马上你看就懂的东西 那是有距离感的 把传统变成生活化 展场将传统戏友创新 用故事呈现万年戏历史 不仅同时串起文化艺术及生态理念 也让原本声音的主题顿时变得有趣 最主要是当初这个陈蔓人员他跟我讲到这个构想就很好 可以跟光影戏跟皮影戏来结合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觉得这是文字还有文史调查 然后再加上这个传统戏剧的一个很美好的结合 如果是以传统的皮影戏在演出的话 那是有传统的味道 可是现代人 现代人我们要给人家一看就懂 而且很喜欢 而且有真扇梅 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没有距离的 传统戏曲也没有距离 我们把它转换变成 每一个人一看就懂 也好玩 也可以一起来 今天上午的开展活动 吸引许多乡亲到场参观 纷纷表示戏曲过世的新呈现 让他们仿佛回到童年时期 在路边欣赏传统皮影戏的场景 都是喜欢看戏 对 我很感受 因为其实我没有看过皮影戏 我家住在梁家住在恒春 所以恒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戏可以看 所以都是一些露宾一种 我不知道怎么说 忘记了 所以就是说我小时候看的戏 像有一种感受到这里 此次特展结合考究成果 以传统戏台形式 牛车大件布置 提供参展民众 依然鲜明欣赏皮影戏的古早趣味 万一游客踊跃参与 共同推广传统戏曲的美好 能随着时间越沉越香 评论兄不一定想吃 蔡宝宝的